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我们看到国际油价持续走高 令到市场担心 美国好不容易控制下来的通胀问题 可能将会卷土重来 那这是否又会为美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带来压力 进而会令经济前景收压 投资者在中美市场之间 又应该如何来应对部署 相关问题我们立即来连线 东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博光先生 桑尼早上好 桑龙你好 我们看到美国的原油库存方面 有个大幅的收缩 沙特跟俄罗斯也是加码减产 原油价格是否就此会一路向上呢 那么全球商品的通胀 是否又会卷土重来 投资者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应该留一些什么呢 好的 我想从最新的美国EIA 原油的一个库存数据 确实是创下那么最大的一个降幅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产量维持在 大概1,210万桶大概每一天 我们在对比这个数据之后 其实需求是增加的 那么对于汽油以及燃油的库存呢 也产生了一针一剪 从汽油以及原油的一个链接 它的一种差别的话 大概是每一桶40.15美元 它也是所谓的高于四分之三的 一个水平的一个位置 那么再从取暖油以及原油 一种链接加差利用的收货 我相信会带动整个一个生产扩张 那么对于供给端 那我们又看到了从沙特或是俄罗斯等等 一些减产的一些延长的一种效益 其实它也慢慢延长到9月 换句话说呢 从沙特的一个财政数字 那么这种赤字的一种发生 从需求面呢 那么还是去依赖整个原油的一种支撑财政 所以说呢 对于整个国际油价的上行 那么事实上是可以帮助沙特的一个财政部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二油的部分也是上涨 那么也是突破了G7 对于制裁这个60块的一个位置 60块美元的一个位置 那么一旦超过的话 对于欧洲的一种船队呢 其实它无法再去运送一个二油的一种情形 那么这样子的话 无心之中都对外部来看的话 有点在供给做一个添张的情况 所以说目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需求的扩张也好 供给的减少也好 其实它会形成一种供需的缺口 尤其是在对于美国来讲 战略库存的位置也是很低的 它未来股库的效益 也有可能去刺激整个油价 那我想伴随中国的整个经济修复之后 生产以及采购的意愿回升 是透过整个一个推动价格呢 更进一步往这种向上的一种要素 所以说目前叠加了整个发达经济体重 通胀已经开始慢慢从商品走到了服务 那么服务呢 好像又要未来又要走到商品 这种卷土重来的现象 对于通胀回落 我相信到目标2% 说实在确实是很远 也难怪整个一个美联储 它对加息整个状况 它都会开始去慢慢慢慢地去做怀疑 去做这种递严的一种说法 那么如此以来 那我们去想一下 在美元收缩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美元跟油价 其实上同步有可能去 网上去做一个发声 那么油价跟A股 它历史上的一种关系 我相信它会值得 做一个市场的一种变数 值得是投资者去做一个关注 嗯 明白 那我们看到 面对财政赤字方面的一个攀升 惠玉也是调降了美国的信用评级 美国财政部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候 上调了季度预估的借款规模 债券大幅发行预期增加 其中是隐含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 新的变量 后续美元资产将会如何演绎 您又会怎么来解读 美国财政部在这个时段 似乎看起来有点韧性的这一波操作呢 好 都想截至上半年 事实上美国它的一个财政赤字 大概有1.4万亿美元左右 也上一期的财年呢 其实它同期是增加了三倍左右 那我们再想一下 从2022年整个通胀走到 以及国税局 它也上调了23年整个标准 扣除通胀之后近7% 那么且上半年呢 整个非农的一些平均时薪呢 它也是属于一种增速 非常高到 大概就达到了4.68%左右 所以说呢 在整个个所税减少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弱财政的现象就一定去产生了 而这种延期的现象会延期到明年初 那么对于财政支出 那么就是更重要的 就是在已经利息支出的部分 从利息支出 包括价格对于发债的一种 充的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我相信 未来对标了整个 财政赤字的一些扩张之后 那么对于中长期美债的发行 它是会做增加的 但是增加之后 它到底要发短债 还是要发长债呢 我想从这个美国 目前每个月缩减的 600亿美元的一个目标之后 其实中长期的美债收益率 它是有可能会去提高的 一旦中长期收益率的一种提高 那我想从这个明目利率 以及通胀的一种减数 事实上的话 两者相减之后 那么实际利率就成为美元 自己本身的一个内在的动能 我想长端一种利率 以及对于回升带动的 整个的一种利率倒挂的 一种现象 事实上的话 它有可能会做收窄了 那么收窄了 那我们就去想一想 对于无风险利率 10年期的公债收益率 它是做分母的一份 那么这一部分的一种情形 其实的话 整体的话 就会抑制整个一种成长性的估值 那我相信对于美股的一个波动 它会去做一个增加 尤其美元的需求 它不断地提高之后 我相信从美债的一种波动性也好 或者这种全球可匹配的品种 事实上来讲它不是好 而是没有的选择 既然没有的选择 我相信对于长期的一种性质的力量 事实上是不是很重要的 反而对于短期的市场判断 还有对于估值提升 而带来的需求压力 才是更重要投资者 应该要关心的情况 另外我们在美国方面也看到 7月的ISM的制造业 新订单指数出现了一个回升 那么这对于中国的外需经济 您认为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另外央行指导 商业银行调整存量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政策又将会如何来助理 内需经济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那在这两个方面 能不能分享下您的观点看法呢 我想从美国7月份的ISM 制造业采贡源指数 它的收缩已经开始有点放缓 我们可以从新订单 还有库存的一种回升 尤其是在库存的部分 上涨了4.1% 但若是综合去看 这整个6月实际个人支出 是2.39% 那么相对来讲 是比股越来高的 所以说目前整个商品需求 它又在做一个提升 那么产出指数 它也是做上行的 上行的1.6%左右 也正预示的这种补固的行为 以及现象正在发生 倒看一下 就是对于7月份的话 中国制造业的采贡源指数 它是环比是回升的 那么从新订单 以及新出的订单 其实它有产生的这种 一帧以及一平的现象 那么一帧一平 换句话说 真正的增量 是来自于内需的部分 所以说由于在这种原材料 构进价格 它的指数已经开始 由下往上去做了一个 拐点发生了 那么长期的一个观察 就成为一个存在的 那么可以对照美国的补货 以及对于中国的新出口订单 那么指数的一些发展 会产生一种内外需的一种共振 那么对于制造业生产的话 它会有助于去做一个提升 既然这样做提升 那政策的帮助就很重要了 从央行的一个工作会议里面 它也提到了 对于商银行有去调降 各种的一些存款的一些 房贷的一些利率部分 那么这种调降房贷利率 无形之中 我们就要对照 今年上半年 整个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情况之下 大概有1.46万亿 而这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对于个人的贷款 其实在预期是减少的 既然预期是减少 再做一个测算 那么大家都是属于上半年 是属于一种提前还款的现象 我想这种提前还款的现象 主要是因为 个人住房贷款的平均利率 从08年的12月以来 其实它平均的大概是5.51左右 那么尤其是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高于这种理财型的这种 高于理财 等于是说 我整个投资金融商品 它的一个回报率 受到了一些影响 那我想对于商银行 下调了一些个人住房 一些贷款利率 减少了一些居民支出 都会发生在居民身上 那么这种减少居民的一些负担之后 我相信从这 不管是从振兴消费也好 一些需求 以及政策对于基本面的一些结合 它都会去对于整个 一个库存周期 在结合这种被动去库的现象 两者之间去吻合之后 我相信从下游的一些 顾销比也好 以及对于整个征讯也好 其实它都是一种 比较优的一种看法 既然比较优 那么对于股库的弹性 还有对于金融企业 一些利润 两者之间的共振 我相信就是市场上 主要的观察之处 那我们继续将目光放到内地方面 看到内地的三大部门 是进一步了完善 可再生能源的绿色电力证书制度 再度扩大了绿正核发的覆盖范围 想不想 Sony 您认为在能源转型的方向之下 将会对绿色发电企业 有什么样的一些促进作用 那么有没有什么投资思路 值得我们投资者来探寻的 好 都想进一步去完善 整个一个绿色电力的一些证书制度 那我们可以就此前的话 其实是用拓宽发振的一种覆盖的 全面覆盖的一种方式 不管是从集中式的一种光伏 以及风电 再生能源等等的一些全覆盖 那我相信后续的绿正 其实它整个发放数量会增加 从这种增加的话 那我们就看到整个一个交易平台了 交易平台其实它独立运行 那么交易对于平台 其实合理的资源 都会去增加绿电企业 它的一个项目的收入的部分 我们可以从今年的整个风电也好 或是绿电也好 绿正也好 其实它平均的一些销售价格 大概是每张就是72块钱 那么如果算这个整个一个 单张绿正的平均的一些 千度用电量的话 那么企业增加大概是 每度是0.042元左右 那么这一部分的一种增加 其实叫去年整个一个对比 广东一种电价 大概平均5.08元美度来看的话 其实补充一种收入的话 它已经成为这种 内在发电量的10%了 我相信由于绿正的一种 交易的频率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溢价空间 它会是有限的一种现象 那么对于绿正的消费 也会去帮助整个企业增效 成为一种重要的 一种提高的情形 从欧盟10月起 那么对于整个的进种商品 会参照整个的产生 以及对于这种碳排放的一种标准 那么来做一种认证的 一种关税的情形 那么尤其是对于整个的一个 不管是从钢铁也好 或是水泥 或是一些铝 我相信这些都是一些 高耗能的一些部分 那么中国呢 它又作为一种 钢铁生产的出口大 那么生产的又是以煤为主 所以说呢 其实对于绿色能源的部分 现在占相对来比较低 我相信未来随着整个 一个双碳的一种进行之后 绿能的消费上行 以及对于企业进口出口成本 一种增加减少之后 那么它会去增加整个国际竞争力 我想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 应该就可以去关注绿电的一些企业 以及对于可再生能源 或是技术 或是设备的一些供应上 甚至于从这种绿色基金的一种维度 去探究整个绿色发电之中 去寻找很多的投资机会 确实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在内地方面 在中国活跃资本市场的 这样一个背景跟政策倡导之下 结算公司也是下调了 最低结算被付金的缴付比例 对此想问一下 3.0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解读 那么除此之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 值得市场进一步来保持期待 非赢的金融板块的亮眼表现 在这样的一些利好的政策叠加之下 是否能够延续 值得投资者进一步憧憬呢 好的我想对标了整个4月份的 对于政治经济会 政治局会议 它的一些影响性 那么7月份呢 他也更提到了 就是在于活跃资本市场的一些部分 我提振市场吸引心 绝对是庸置疑的 我们可以从资本市场 整个一种活跃性 以及做了一个改革的一种深度深挖之后 那么对于经济的整体 高层上发展 其实它未来会产生一种 齐头并进的现象 那么这个时候除了提出之外 我们就看到了 中国结算公司呢 也将要在10月份的部分 从这种股票业务的一些 交易的一些 兑付的一些 这种备用保证金的一些兑付呢 它也把比率从16%降到13% 这种无形之中 其实可以增加了券商的 它整个的资本的一种 资金的流动性 也进一步会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程度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我们就去看 从这个 若是用7月份的平均成交额 大概是8462亿元 来计算的话 那么其实的话预计可释放出来了 大概有250亿左右 那么所以说呢 目前市场上其他最重要的信心 以及关心呢 应该是对于整个的一个 交易成本 或是在于印花税这种活跃的一种情形 那我想如果是真的 我们去从这种印花税的一种维度去看吧 当然目前还没有发生 但是印花税其实占整个交易成本是蛮高的 那么从交易的成本也好 或是交易的情绪也好 其实无形之中它是一种忽略力量 那我们就对标了整个回忆 过去08年4月份 印花税从3%调到1% 那么同年呢 9月开始实施之后 其实指数的增长 大概是当日就超过了9%左右 那么如果对于整个印花税的一种情况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这个整个过去的调升状况 从这种市场平均的交易 大概就数量的 其实对标了调降之后呢 其实调降之后 无疑之中大幅的增长 所以说呢 这也是市场情绪所关心的另外一部分 当然这种服务程度 可能未来就要依赖政策 去做一个构思 所以说目前整个的一个政策呢 其实是向于在于提高的一种 不动性的部分 也帮助这种资金呢 在使用率的一种提高 我想近期的话 市场可能都会去想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政策去出台 会做一个升温 那我想对标整个中报 发布的一个期间 投资者更应该关心的 就是在于基本面的一种发展 我想从经济整个的一个 不管是从逐步迈入 一些良好的一些循环 指数跟均匀财富呢 它也有可能去做一个 同步共振的一些现象 那么如果是这种现象 对于整个消费也好 以及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定不一是会有帮助的 所以在市场上面 我们从这种提升交易的维度来看的话 应该要多往证券经济业务的一种增长 以及对于证券行业呢 它的所有的一些公司 它的一种比对 它的一种业务的一种方向 所占比的情形 来做了一个结合券商 做了一个发力的投资研究的一种参考 非常清晰一个解读 非常感谢Sony 在今天早上这一时段 给我们带来一个分析跟解读了 好的 那么这一节财经事件呢 也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